好 那我再来补充一下下午短讲被讲掉的内容 下午就是让那个真正的农夫 然后关心一家农业的意义 我本来是要讲说 我们台城市 我们柯文的柯市长 他只有提一个叫做田园城市的证件 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 我们民间的单位一直以来 都有想要想办法 让市政府理解一些新的想法 就好像在都市里面为什么要谈农耕或农业 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在倡议 但只是说这次用一个选举做一个杠杆 然后让两把候选人都去接受这样的想法 然后他们各自提出他们自己要做的东西 也不是说我们要推着他一定要做 所以我们提的诉求都其实比较笼统 但是柯文哲他那时候拍影片的时候 就有蛮多很实际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他提出 他要把人行道变得可耕种的空间 开放屋顶公园 六十五岁老人免费 让你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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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归纳这个方向 咦这个有吗 好我照个简单的时序排 例如说他在选前的时候的确有问多很多民间人士 那时候还用绿色程式的想法去咨询 接下来他们进取台会拍的影片 然后把它写成一个很具体的文案 甚至就是请科市长了解之后用他的嘴巴说出来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 哇怎么很多具体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做 我们都觉得有点怀疑 但是他基本上已经拍了 那后来他当选了 当选这个方案有两种剧本 我自己当然还是起来比较理想 就是说 选上那我们就来讨论这件事情 怎样做得更好 或更可以做 但是不是 他是 开始他们现在就是 进入百日维新那种步调嘛 所以 这件事情变成是 对公委员来说 他要把证件变成具体的政策 那他要变成高IPI 而且要局数分工 这件事情下去 现在正在百日维新这个阶段 那我们民间自己有点 就是还是做我们想做的 就是我们期待还是用市民为主的咨询平台 或者是监制一些培训课程 内容我就不细谈 但是我们就着重于 比较用培力 或者是市民交流的方法去做 那我还是介绍一下 就是他们到底在那要做什么 这是他们自己内部开会的那个文件 就是田园人事计划 好 有一些项目 这些字眼都是政见里面提到 所以他变得不 不得不去把那个政见 做最后的落实 这就让公务员很尴尬 然后让我们觉得 就是被那些文字的字眼绑死 那接下来这些分项都是 依据每个局处 好像资讯局他比较会什么样的事情 那就把它分享去 所以整章我想介绍一个重点就是 为什么这件事情 看起来是跟市民很有关 可是你在上面找不到市民的角色 下面全部都是局处单位 可是没有例如说一个民间部门 或者是委员会或者是什么样的民间台 你是在这个分工价格里面看不到 这是他们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那百日之后 包含他们预计要在百日之后提出一个四年计划 就这四年这件事情要继续怎么做 这个还是民间的部门 你找不到很多跟他们交流的机会 所以就是他们的想象还蛮简单 就是说这个业务谁比较贵 那你们是不是有做过类似的 那就分给你那个单位 虽然有分工 那其实指导大家还是要相遇 每个局处你这样分 最后大家还是要一起合作 那习惯他当然是用民间咨询委员的帮助 多一两个两三个 那像V台湾这样的事情 他们还没有想象到 他可以群众的去讨论 所以市长给问嘛 证件给改嘛 这个我还是期待 如果这四年之内 会不会有些企业会一起 创造那个政策细节 因为这实务跟城市 变得是蛮多议题得去讨论 所以变得是说 那作为一个公民 到底想要参与什么城市的政策 你什么事情都想要报市场决定 可是那公务员 你要自己怎么样回来看 你自己的事情 适不适合你现在来做什么样方式 而投入或者是共同激荡 这变得是蛮困难的 那我说 把我们观察的东西 都记在这个iPhone上面 也可以做一些讨论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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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